然后 这位朋友说 昨天血糖4.7很好了 血糖0.5 没问题 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上面我已经跟一些朋友说了 其实你血糖4.7就已经很好了 低于5.0的话 就说明你的胰岛素抵抗不严重了 然后血糖0.5 也是在标准范围内 要看 首先你生酮多久了 是吧 不是说血糖越高越好 只要在0.5到3.0这个区间范围内都可以 然后也不用担心你一不小心就出酮 因为本身你的血糖就不高 你身体只要需要酮体 它就会马上产生酮体 再一个跟你早上 是不是早上测血酮的关系 也有关 就是你早上如果是八九点 七八点 甚至是六点到八九点 这个区间范围内 你的血糖都是会有一个攀升的过程 血酮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所以不要人为的认为入酮很难 可能就是因为你测的时间 刚好就是你血酮下降的时间 血糖上升的时间 所以前面那个朋友我说了 最好你真的是要测血酮 想测准一点 你就最好是空腹 等到早上十点钟之后 你找个时间测 下午四点测的 是中午吃过饭吗 还是空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头一天晚上吃过饭 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之间 你什么也没吃 你空腹的情况下 你挑十点 至少是九点多钟之后吧 你再测你的空腹血糖 空腹血酮 这样的话会稍微能说明情况 吃过饭了吗 那个很正常啊 你的身体还在 那个胰岛素还在 当然胰岛素两个小时之后 就会很少了 但是就是说 你血酮上来也不会特别快 特别快 但是你现在 如果说吃过饭下午四点 血糖只有四点七 就说明挺好的 说明你的胰岛素抵抗不严重 然后你这个同体还是自然产生 在0.5到3.0范围内 反正我们从 从医学角度不会说 不会不会评价你说 这个0.5不好 而且刚才也说了 看你自己生酮的已经多久了 因为本来比如说你像我 我生酮了好几年了 我去医院测 估计也是零点几一点几 我就很开心了 我不用追求 一定要两点几三点几啊 我可能 我一般只有 断食超过24小时 甚至就是说要到30个小时了 我的血 我的血酮才会升到 三点几 那一般来说 24小时可能就两点几 也可能是一点几 我可能是没有 泪子 我那是小时可能线的 我可能是否赢到 地面几真是 感谢观看